有一个做事不想后果的笑话 说有一个朋友下午肚子饿 看见同事的桌子上有一瓶酸奶 想都没想看都没看清楚 他就喝了 然后一会儿同事来了大叫道 哎 我的洗面奶怎么不见了 哎呀 我的108块呢 这个小哥没说话 只是默默地走向了厕所 然后一顿死扣啊 扣得难受 东西拼命地往外吐 直到自己吐到酸水都出来 好不容易吐得差不多了 眼泪巴搭巴搭地回到座位上的时候 看到他的同事抱着一瓶瓶子回来了说 哎哟 吓死我了 洗面奶滚到桌子底下了 我找到了 哎 我的酸奶怎么又不见了 这个小哥心里直骂 不见你个魂啊 喝你一点酸奶 把人往死里整啊 这个笑话告诉我们 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首先要想到果才不会去重阴 而我们人间常常的是看到的是利益 没有想到有的时候美好的利益 会散染上不好的因果呀 艳丽好看的蘑菇往往有毒 而苦涩的野菜常常败火消炎啊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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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